共同基金应该说是最普遍的投资基金 共同基金就是大家有剩余的钱 把它交给一个这个基金经理 由他来管理 帮助我们这个投资 在不同的国家这个称呼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自己看 Mutual Fund 一般来说这个最普遍的是在美国的这个叫法 其他国家也许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我们把钱买他的这个基金 或者是我们把钱直接放到他这个基金里头 由他给我们投资 共同基金的这个具体的形式各种各样 有公司型的缺约型的 但是我们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不是最关键的 比较关键的是下面这一个 这个Mutual Fund 我们的共同基金可以分成是开放型的和封闭型的 封闭型是什么概念 封闭型就是我把这个钱进去了 放进去了以后 我就拿不出来了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它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个时期 十年 二十年 所以我投了一百万 我这个一百万一直在这个里头 也就是说他这个基金投资规模 它不会变化 但是 一般来说你这个封闭基金会有一个市场 二级市场 也就是说我一百万投进去了以后 我就持有一百万的这个投资基金的这个权利 但是如果哪一天我需要钱花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一百万的这个基金在市场上出售 当然能出售多少那就不一定 就跟看这个这个投资回报好不好 因为它一般会算它的net value 净值 如果你的这个净值比较高 一百万 也许卖了一百一十万 如果回报不太好 也许你只卖了九十万 因为你自己想要钱 赶紧想要钱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打一个折扣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 这个有一个有一个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 封闭基金对投对基金金利来说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投的这个规模 我自己是知道的 我能确定不会有这个变化 即使变化也都是投资者变化 但是这个数量不会变化 如果你是一个开放基金 那就不一定 开放基金就是我今天放进了一百万 我过两天觉得你的回报不太好 我就走了 走了我叫redemption 我就把钱给取走了 我就不投了 那么不投了 当然你这个问题 这个麻烦就比较大 当然并不是说封闭基金就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都不想要你的基金 尽管你这个一百万是留在这儿 实际上你也是运作不下去 因为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投资基金 一般都在不断的开新的基金 如果你这个做得不好 尽管这个钱没到期以前拿不走 没有新的投资进来 你同样做不下去 所以只有做得好的才能增长比较快 但这个开放基金我刚才说的很容易往外走 但是一般来说也是有条件的 并不是说我一看这个投资回报不好 我就来就我就马上把钱拿走 一般来说他需要 比如说你提前三个月通知他 你说我今天三月底 我六月底就把这个钱拿走了 因为你不能说我今天来 你就把这个钱给我 这个投资基金他也做不了 他即使要把钱还给你 他也要把这个资产给卖掉 这样的话做得好的增长非常快 做得不好的这个往后就没有工作 我有个学生在这个Tampton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Tampton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金 一个投资基金 在这个旧金山 在应该是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他以前就在Tampton做 后来读了一个博士 他又回去去做去了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0.5个Billion 也就是5亿美金 对5亿美金 七八年前的时候 等到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做到了25个Billion 250亿美金 最近我碰到他 已经做到125个Billion 大家都没什么概念 125个Billion 也多少也不知道 Tampton 整个公司全部管理的资产 600个Billion 所以他应该说 一个人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但他主要是做债权基金 因为现在过去两年 这个金融危机 他的回报 大概在11%左右 每年能保持 这是相当了不得 这样的话做得非常快 但是做得不好的 很多人都已经在干别的事情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看一下 共同基金 我们刚才说 可以分成开放基金 也可以分成封闭基金 但是这是按照资金的提供和使用 和进出的性质特点来划分 如果我们按照投资的特点来划分的话 可以把它分成 比如说成长型投资基金 收入型投资基金 和平衡型投资基金 什么是成长型投资基金 就是希望有增长 有增长就是要接受比较大的风险 比如说找一些刚刚开始起来的企业 你觉得很有希望 很有潜力 你就做投资 还有一种是收入型的基金 收入型的基金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希望 就是每个月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比如说我有一百万的人民币 一百万人民币我快退休了 我不希望这个接受太大的风险 但我希望每年能给我 比如说三四万五六万的收入 支持我的这个生活 我就觉得很好 那么收入型考虑的 就是首先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第二是每年能给你一些现金流 支持你的这个生活 第三种就是混合型的 混合型的和平衡型的 平衡型的就是一部分考虑成长 一部分考虑现金收入 也许我现在还能接受风险 那我就愿意拿出一大部分钱来去冒险 但是追求比较高的回报 但同时我有两个女儿要上学 每年要交学费 所以不能所有的钱都放在这里头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钱 你跟投资这个基金经理说 你每年给我十万的这个 或者二十万的这个现金收入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担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学费问题 当然只是举个例子了 这样的话这个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基金的这个形式不太一样 如果你要把它按照下面的这个基金 那我觉得可能就更容易理解 债券基金 股票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任股权证基金 那么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扇形基金 实际上是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总的一个基金 我这个一个比两 但是下面分成不同的 按照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性质来做的这个投资 可以做成很多的子基金 基金中基金 应该是funds of the fund 就是你做投资 你不买股票 你也不买债券 你买什么 你买别人的基金 买别人的基金的好处 就是别人已经给你决策好了 那么一般来说你的结果 就是你往往得到一个平均回报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 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当然你一般不会投一个基金 你会投好几个基金 投好几个基金相当于 他们都在做自己的投资决策 你把钱给投下去 你最后得到的是相对比较平稳 不会一个特别高的回报 但也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损失 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对冲基金 我们现在所说的 实际上就是风险比较大的这个基金 对冲基金听起来 好像是一个没风险的基金 是吧 它这个名字什么叫对冲啊 对冲就是你把风险都给抵消掉了 才是对冲嘛 所以我们金融里头的很多概念 你不能按照字眼去理解的 要不然你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什么叫投资银行 你也理解不了什么是对冲基金 如果你中文学得很好 或者英文学得很好 叫Hedge Fund Hedge Fund应该说是 那就没什么风险嘛 对不对 什么叫Hedge Hedge就是有风险 我把它给押住 把它给冲销掉 就没风险了 但是对冲基金恰恰就是 专门吃风险 找风险的这个基金 我们后面我可能可以看这个几个例子 最典型的就是 比如说在这个全球危机以前 全球危机以前 我们对冲基金做很多投资 最大的两个故事是什么 美元 石油 赌美元会贬 赌石油价格会升 所以在2008年以前 很多资金经理赚了很多钱 赚的最多的这个资金经理 一年的奖金都超过一亿美元 当然过了两年 他们就没工作了 对吧 那也无所谓嘛 对吧 一亿的钱赚了两年 现在回家干什么都可以 也可以到大学去 教人家怎么赚钱嘛 但那么还有很多人 博美元贬值 或者美元升值 就是他的这个基本概念 就是你博着了 赚很多钱 你博错了 就像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80银行 对啊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是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建起来的一个基金 愣是差一点 把美元系统给搞垮了 所以专家的话不能太行 专家的话不能太行 这两个人就发明了一个金融定价攻势 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结果自己的基金差一点 把美国的金融体系都给整垮了 所以实践和这个理论家和这个投资者 确实是这个两码事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上次说的这个中信银行 对吧 中信银行也是 它其实做的也是一个延伸工具 最后就是没博对 到底这个奥元是会升还是会贬 它好像是博会贬 但是这个奥元不断地往上折 最后跟美元一比一 巴林银行的这个交易员 博这个日经指数会往上走 想不到来了一个神户大地震 最后这个指数不断地往下走 把整个银行都给搞垮了 所以说这个金融里头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很容易的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你怎么控制风险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对个人也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我有个同学自己觉得能赚钱了 这个到最后自己前眼都没有了 实际上都是一样 当然它的钱比较少 人家是巴林银行 整个银行都把它给搞垮了 这个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性质实际上是这个一样 最典型的对冲基金 就是这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就是我说的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当然最有名的这个对冲基金 就是这个量子基金了 对吧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 整天看来看去就觉得 哪一个地方 这个比较软弱 就咬一口 所以它的这个工作就做这个 应该说它的眼光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如果做不好 你同样可以这个赔很多钱 比如说它曾经向攻击这个香港港币 最后就没有成功 它攻击这个泰铢 最后就赚了很多钱 这个我们具体就不看了 这个实际上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 大家有对这个过去的金融体系 有各种批评 包括比如说 这些银行家这个最贪婪了 是吧 就是他们把我们给搞坏了 然后说这个评级机构 有很多问题 对冲基金有很多问题 因为对冲基金老是在看哪有风险 哪会这个市场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他们就在这里头要赚钱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以后 会有很多的这个监管体系的这个调整 其中一个各国政府 美国 欧洲 包括其他国家 都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加强 对对冲基金的这个管理 有很多问题 给我们的币来 给我们的币来 我们的币来 内利与币的地方 我们的币来 云防 我们的币来 我们的币来 有很多币来 我们的币来